鄧紹鑽這日亮相節目 開工大吉77接受遠情單專訪 他們兩個之前已經合作過很多次 紹鑽更飾演過遠仔兒子 兩人可謂非常熟樂 紹鑽和我其實都拍了很多戲 有些情境戲還要拍幾年 辛苦嗎? 我們兩個不是很辛苦 有人很辛苦嗎? 有 教人 有誰? 沒有誰 我和你比較親一點 沒什麼所謂 我們比較喜歡 對 隨便一點 看化了 小川是真的性格好 雖然叫大少 有這麼大的光環 但問題是他完全沒有架子 一點都沒有 有時拍戲 我都不記得你是誰的兒子 那不所謂 誰的兒子都是人 大家都想早點下班 你聽一下 這些就是有大少的身分 但是沒有使用大少的權力 有權力嗎? 我有權力嗎? 我沒有權力 有些人有的 我沒有 不覺得 我不覺得 不覺得也有些 當然了 少尊一向被指情史多多 遠仔節目內也有提及這個話題 被圈中人稱為大少的少尊 又會怎樣回應呢? 大少嘛 不只是我喊很多人喊她大少 老實說一句 我們根本不知道誰追誰 因為我們不斷被人追 追到瘦了 避不及陰公 你有沒有追過誰? 沒有 一個都沒有 想不想追 想 但不敢 不敢? 你這麼小膽嗎? 是呀 心裡害了我朋友 害了你朋友? 嘴很大的 然後他幫我搞定 直到嘴大了 你的朋友這麼大嘴 不知道誰都 自己猜吧 至於遠仔在少尊眼中 就是個份量十足的演員 每場戲都會交足貨 並且教曉自己不少東西 是呀 是甚麼?我不覺得 嘩 你給我看得到是甚麼? 最厲害的是 這場戲是你的 你是領著全場戲來走的 沒理由的 你知不知道 你和我拍那套古裝 你哭了多少次? 不知道 一來就來 一來就來 我都回覆你 我後來也不哭 那他要我哭 不是呀 那劇本好而已 沒有好戲本沒有好演員 但是 你遇到那部演員也是死的 你給他之後 再來 再來 沒那麼多 那我們的命好 老闆說一句 你壓到牆了 那你客氣 遠仔又少妍 自己和少尊的親友都相識 就算沒見一陣子 都一樣知道對方近況 和經常見面沒有分別